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才下課那個同學來問 我想這剛才應該補充一下 更清楚就是 剛才提到這個 如果Tree是Balance的話 它的Complexity是N log N 這個算法的來源是說 假設如果這每一個 因為它是最好的case的時候 它的Complexity是多少 所以意思就是 假設它每一個 它只要走一條路 走到Leave No就好 然後其他的點 中間它遇到的這些Evaluate結果 都是可以被approximate 所以這樣子的話 它只要走到底就好 所以是Log N 因為你是Balance的Tree 所以當然它的深度就是Log N 那為什麼它要走到底咧 因為你對於一個 因為你畢竟你現在算的那個Body 它的位置對不對 那個物體它的位置 它一定是在這空間的某一處 那一定有人會離它非常的近 對不對 這基本上不可能沒有 因為你是很uniform的一個空間 在散落的 所以基本上你一定要走到底 因為一定有人離你最近 所以那個人你一定要走到最後 把它變成一個單獨的物體一樣 這樣子來看 所以就是它一定要走到底 就是因為Eventually 一定有人會離你近 你不能假設所有人都離你遠 因為你是一個uniform的分部 所以它就只要走到底 但是它只要走到一個past的底就好 其他它都不用走了 因為就假設大家都比你 是比較相對是遠的 所以一路上你都用approximate的方式 這個機率其實是非常高的 所以這是怎麼算出來 是這樣嗎 這邊為什麼是N log N指的是 每一個物體它都只要走一個past到底就好 那你每一個物體都要去triberse一次嘛 所以變成N log N compared原來是N平方 所以假快貼長的多 然後咧 所以為什麼剛剛這個balance很重要了 因為如果你的tree見出來 它是不balance的 事實上其實很多時候是這樣 因為它可能不是uniform的在這個空間散步的 所以不balance的話 那你的worst case就可能很糟了對不對 因為有些人的tree它就很倒楣 剛好是比較深的這一條路 那當然它的時間 計算時間就久 然後有些人運氣好 它這個很短 一下就算完 所以就會不balance 好 然後不要忘記 因為每一個人攤一個樓之後 大家的位置會改變 所以這顆tree 我們是必須要重新再去算一次的 當然它只是稍微位置改變 所以怎麼樣子重算這個tree會很快 那當然是另外的問題了 但是tree是要重新被調整的 然後這個tree是可以share for所有的這些node在計算 這些body在計算時候的使用 因為它只是一個general的描述 目前這個minable 大家的位置分布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做法 第一種做法 我們看見它切很簡單 就是對space切 所以它不管這些物體在什麼位置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tree 基本上很難balance 除非這個物體在空間的散步是很平均的 當然對於宇宙而言 這絕對不是這個事實 對不對 所以第二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叫做bisection 所以它的目的就是為了需要確保 你建出來這個tree 絕對balance 這就是第二種做法 那要確保balance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切的這個空間的時候咧 我們不是以它空間的位置 而是以它切了下去之後 它的物體的分布 來決定我切的位置在哪裡 那當然不用我們這個multi dimension space 所以這個做法它其實是沿著一個一個的dimension 但是在裡面假設就是這樣直的一刀 所以我們切的時候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見為什麼選在這 就是因為我們在左邊跟右邊的數量相同 因為線這個去乳知道eventually leaf node 就代表它真實的那個物體 所以其實只要左邊右邊的物體相同 就代表它們的leaf node的數量會相同 對不對 所以bisection則就是這樣 它就是把它的數量來對半切 那當然這個線往左邊一點或右邊一點 沒差 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直線是跟這些物體的存在有關係的 跟這條線的位置是無關的 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一刀切下去 所以就會看見 我們就切出兩個空間 所以第一種做法大家理解 第二種做法其實是相同的 所以就是為什麼會有兩個chop node出來的原因 好 好 切完了就像我們說的切完X我們就來切Y 那所以一樣這兩個partition 就個別recursive的再對Y 就橫的去切它 然後一樣這邊就是對半 三個三個 三個三個就這樣去切它 所以你就會發現它的切的就會很不規則 但是呢 它可以確保它的數量是完全相同的 好 所以後面其實大家可以很容易想像 我們就這樣recursive一直切一直切一直切 對不對 所以切到最後一樣 我們就是切到這個最後是 Leaf node是一個點為止 它就停了 那切出來的tree就像這邊看到 一定balance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可以保證它是balance的原因 那所以就是這個第二種做法的好處就在於它非常的balance 好 那但是這有什麼樣的缺點呢 雖然它很balance 所以我們在平行計算的時候 比較容易確保low balancing這件事情 但是呢 其實它的approximation相較於第一種做法 比較不準確 為什麼 其實你看這個例子就很明顯 像這兩個點對不對 明明就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它們應該要可以被approximate 成一個single的object才對 但是你看在我們切的過程中 它就已經被落在不同的branch下面了 所以代表它們永遠不可能被視為一個cluster 在我們在計算的過程中 因為它已經被切到不同的branch下面了 所以它的proximation 因為它不考慮空間的概念 它只考慮物體的數量的概念 所以就會造成有一些物體 其實它們非常在空間上是非常接近 但是卻沒有辦法視為相同的 或者被proximate在一起的這個缺點 所以相較於第一種做法 它的準確度就會比較差了 它算的可能會比較快 而且平行的算的時候 比較容易算的比較快 但是它的準確度會比較差一些 因為會有剛剛那種很明顯的 這種case跑出來 所以這就是embody 所以embody這個問題其實非常非常有名 那我們介紹這個是非常基本的 就是在embody這個application裡面 第一個問題是怎麼樣recursively的 去approximate這些例 然後去減少它例的計算 那我們這種看到就是最fundamental的一個問題 然後可以看到兩種做法上面的差別 還有對low balance的考量 當然實作你要怎麼樣去build這個tree in parallel 你怎麼traverse這個tree in parallel 那當然就是很多實作的細節 當然慢慢的大家上了這個課 寫過thread programming這些之後 大概可以想見得到 那些都是你要去解決的一些問題 但遠算法本身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見它是可以去加快它的速度的 但是怎麼樣平行 當然很多機會在裡面可以看見 對不對 Either就是每一個物體 你都一個thread來triverse這個tree 這大概是一種做法 你也可以有很多的thread同時triverse這個tree 當然就是用這個leaf 那種這樣一直triverse下去 這是一個做法 然後建這個tree的時候 我們剛才看到的 一直在recursive的partition對不對 所以當然你就可以一直不斷的create thread 然後去做這個partition 但是要注意到的就是這個tree 它是一個share的data structure 所以當大家在這邊去一直接這個leaf node的branch的時候 你其實需要一些lock的機制 去保護住你這個share的data structure 所以還蠻多這些細節在裡面 始作的時候你平行 你要確保它是沒有這些share memory 去access的問題等等 所以這些就是一些細節 不過這個也是一個非常typical的divine and conquer的演算法 所以它可以幫助你減少很多的計算量 而且適合平行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到第三種了 所以我們介紹完embarrassing and error computation divine and conquer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進入到這個pipeline 所以大家其實不陌生 因為我們的CPU 我們一開始就介紹工廠的製造 都是pipeline 但是呢 我這邊會跟大家講到的就是pipeline 其實是有三種type的pipeline 然後我們也有三種 剛好三種algorithm 三個問題 是個別屬於一種type的pipeline 好 那什麼是pipeline 基本上就像大家可能都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對不對 意思就是我們在計算的過程中 其實可以把它拆成很多的stage 一個stage 就由一個processes來負責去處理做計算 所以我們整個計算的過程 它其實是pipeline 是從這個stage 一個一個stage 然後從第一個stage 到最後一個stage出來 才能夠得到我們的結果 這就是我們出生的pipeline 那所以這個最大的好處就在於說 當我們的這個過程是非常複雜的 然後它的這個計算量是很高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讓不同的process 負責不同部分的計算 所以就可以讓它們平行的 有事情做 所以就可以加速我們的這個計算的 這個計算的能力 就是減少它的計算的時間 好 那最多就是在一些製造的啊 這種上面可以看見的 那但是嚴格講起來呢 其實pipeline有三種不同的type 就像我們剛才看到的 那這三種type分別是b種 大家其實最熟悉的 一般認知的應該其實只是第一種 就是我只有一個 這個我只有一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咧 我其實有非常多的instance 要去解答 比如說做車子製造業 對不對製造 我們就是做車子對不對 可是我們要做非常多輛的車子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輛車子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透過pipeline 第一個stage做的是第一台車 第二個stage做第二台車 所以每一個stage 它其實做的是不同的車 所以那個車就是我們做的instance 所以同樣就只是做車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因為要做非常多台車 所以透過pipeline 就非常容易可以做加速了 或者是大家之前學 computure architecture 學到了CPU CPU也是第一種對不對 因為CPU叫做instruction 可是你有非常多的instruction要做 每一個instruction做的順序大同小異 所以我們就用pipeline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不同的stage 就可以用不同的instruction 去處理不同instruction 不同的stage的計算 對不對 所以它就可以pipeline下去 讓所有的這些計算都可以 processor都有實情住 好 那這是第一種 第一種其實最常見 可是它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 你要有一個以上的instance 才有辦法去pipeline 所以這是為什麼大量製造 pipeline就是最適合的就是這樣子 可是在更多這種平行計算世界裡面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多instance 對不對 我們就只要做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在sort一個array 那就只有一個array 我就只要sort的那一個array 對不對 所以我是只有一個single instance 但是我也要有辦法把它變成pipeline的方式做平行 所以這種時候通常的特性就在於 這個algorithm本身 它的計算的過程中 它會有很多的operations 要apply在這個instance的問題上面 然後我們把這些operations 把它做pipeline的動作 用pipeline把它apply在不同的data上面 所以這種它雖然是一個single instance 但是通常它就是有一個series of data items 就像一個array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有可以辦法在 dataarray的item的level 用pipeline的方式去加速 所以第一種跟第二種其實差別非常的大 就是你要注意到你在解一個問題 就是解一個instance的問題 還是解非常多instance的問題 好 那第三種 第三種其實是第二種的enhanced版 加強版 所以第三種它比較特殊就是 它就像第二種一樣 它在解一個問題而已 而且它還有一個性質 就是它可以在你的pipeline的stage 還沒做完前 就讓下一個stage開始做事了 通常pipeline都是知道 一般都是要一個擺一個嘛 第一個做完才能做第二個stage 才能做第三個stage 一一的去做 但是第三個type play 就是那種比較特殊的case 就是你不用等 其實你第一個stage 第二個你後面的每個stage 其實在某個時間點 它就可以開始先做了 它不用等第一個stage做完 再做第二個stage 第一個stage 其實只要做到一半 第二個stage 它只要有足夠的一些資訊的話 它就可以開始計算 所以它可以讓這個stage之間的計算時間 甚至於stage之間的計算時間 都可以overlap在一起 所以會更快 所以這滿特殊的 當然我們也會有一個例子 讓大家看到 是有問題存在 是符合這種case的 好 那 我們剛才說的三種 我們就用圖 來這個稍微看一下 它的差異性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type one pipeline 所以這case來講 可以看到就是more than one instance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每一格就是一個instance 所以這邊有 一二三四五 對不對 所以有七個instance 然後咧 這邊就是我們的stage 所以就是一個stage 一個process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的 就是最typical的case 第一個instance 現在p0做完 做完之後才去pe做 pe做的時候 p0空出來 我們就讓第二個instance去做 就這樣一直把它塞進去 然後當這instance 走到最後一個stage之後 那它就做完了 對不對 然後所有的工作咧 就是等到最後一個instance 到了最後一個process 最後一個stage之後 那它就整個結束掉 所以這就是最標準的pipeline 那 就是type one 那type one的這個特色 就是剛才說的 你一定要有非常多instance 因為不然 如果今天只有一個instance 那 很抱歉 其實你就跟sequential code 一模一樣 根本沒有任何的好處 對不對 而且pipeline 你知道它最大的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你需要一段時間去fill這個pipe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要等到p-1個cycle之後 你的這個pipeline才會被填滿 對不對 所以前面p-1其實是沒有被平行的 然後相同的後面p-1 其實這個時間也是沒有被fullyutilized的 那所以它的total 通常這個用type-1它total的執行時間 其實就是p-1 就是你把它塞滿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你有多少的instance 這就是你total需要的cycle的數量 所以因為有這個overhead的存在 所以type-1只適合就是 當你的instance的數量 要遠大於你的number of processes 對不對 不然你前面這個p-1 就等於你後面那個加n n是instance數量的話 那當然就這個時間就只有減半 而不是出於p了對不對 所以要大到程度讓p-1 是0為止 好 所以我們非常熟悉的第一種pipeline 它的這個定義就是這個樣子 好 第二種 那第二種這個 這個第二種pipeline 跟剛才長得非常的像 對不對 一樣x走出我們的時間 y走出我們的process 它的stage 但是差別就在於 我們現在這個不是proving instant 這是data 那等下我們對到一個sorted insertion sort 其實就是pipeline的做法 大家會看得更清楚 但重點就是我們是其實這個data 可以在這個process之間一直在流動的 那當我們的資料流動過所有的位置之後 那就可以得到我們的答案 所以差別就在於這邊是data的數量 data的item的數量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data的item數量 只要夠大 遠大於我們processors的數量的話 那它也可以達到加速的一個效果 這是第二種pip 所以你通常是要apply在一個data的array上面 好 第三種 第三種 畫出來大家就會看得很清楚了對不對 所以就像這邊看到的 它是對於不同stage的process的計算時間 其實它不必接在後面 它其實可以只要processing算到一個程度 它就會generate出一些temporary的information或data 那些data information它就可以先forward到下一個stage 讓下一個stage先開始做計算 所以你就可以overlap它的時間這樣子 那以此類推就是每一層可能你都有這個機會 那能夠這樣子做的就叫做pipe3 那而且你可以看見甚至於它的結束時間都可以不一樣 其實這都算pipe9對不對 其實它都可以overlap的 那其實只要它的結果不受影響就可以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它是dependent的話 甚至於它的結束的時間點都還可以不一樣 當然大部分的case可能還是有一定的結束的順序性 必須要維持 那我們這個部分最後的一個例子大家就會看到的就是像這個樣子 但它就會算得可以更快 所以可以讓那個idle的時間可以更少一些 這個就是pipe3的pipe9 好